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醺频道 本期节目我们将欣赏新气级的《这孤天待人妇》 晚日含鸭一片愁 爱情常常是心酸与甜蜜的交织 而新气级的《这孤天待人妇》中 她以独特的笔触展现了爱情中的哀怨之情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将一同探索这首词中的情感变换和思想内涵 我先读一下原文 《心气级这孤天待人妇》 晚日含鸭一片愁 柳唐心绿却温柔 若叫眼底无离恨 不信人间有白头 长已断 泪难收 相思崇尚小红楼 情之已被山遮断 品已栏杆不自由 心气级的《这孤天待人妇》是一首描绘离别之情的抒情词 下面我将对这首词进行白话文翻译 并对其进行赏息 大意是 夕阳夕下一片凄凉的寒鸭飞过 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 而柳树丛中嫩绿的嫩叶却展现出温柔的气息 如果能让我眼底没有离别的痛苦 我宁愿不相信人世间会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存在 内心已经伤断 泪水无法停止 思念之情重回那座小红楼 我明白 我的情意已经被山林阻隔 平平已在栏杆上无法自由自在 《这孤天待人妇》是中国宋代文学家新气级的代表作之一 展现了他婉约风格的才华 这首词代替一位内心充满离仇别墟的女子所作 以平常的语言表达了深知的感情 情真意切 此的开篇以景物描写拉开序幕 晚日寒鸦一片愁 柳塘心绿却温柔这句已晚霞 寒鸦和心绿的对比 暗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离仇别墟 晚霞和寒鸦象征着日落的忧愁 而柳树和心绿则带来一丝温柔 通过这些景物的描绘 作者巧妙地把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与自然环境相结合 为后续的情感表达做铺垫 接着 词中的主人公表达了他对离别的伤感 若叫眼底无离恨 不信人间有白头 他在表明自己的感受时 采用了虚拟语气 表达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 他认为如果他的眼睛不再有离别之痛 他将不再相信人间会有衰老之事 这句词意运深远 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无尽离仇 以及对爱情的追求 词的第三段突出了主人公的悲伤情绪 长一段 泪难收 相思崇尚小红楼 作者通过长一段 泪难收表达了主人公深深的痛苦和无尽的眼泪 他对相思之情难以自持 对离别之痛感到心碎 而相思崇尚小红楼则是对过往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 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无法舍弃的思念 最后一段词 主人公表达了他对于与心爱的人分离的无奈与痛苦 情之已被山遮断 凭以栏杆不自由 他感叹情感被山峰所隔绝 无法相聚 平凡地已在栏杆上 却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句词以简洁的语言描绘了主人公内心的困境和无法解脱的苦闷 增加了词的情感张力和深度 整首词以简洁 质朴的语言展现了内心充满离仇别墟的女子的情感世界 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婉约的表达 将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与自然景物 岁月流转相融合 使情感更加丰富而真实 虽然使用了平常的语言 但在其中却蕴含着深智的感情 情真意切 这首词通过简洁而质朴的文字 他将内心的痛苦和无尽的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读者在阅读这首词时 不禁能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痛楚和无奈 被深深地触动和感动 这孤天待人父不仅仅是一首代表作 更是中国古代词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他通过平实而精准的语言 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离仇别墟和对爱情的追求 将平凡的生活情景中的感情细腻地展现出来 这首词的情感表达凝聚了作者对生命和爱情的深思和感慨 使读者在细细品味中体会到人类情感的复杂和多样 以及生命中离别和失去的无奈 这孤天待人父以其婉约风格和深志的感情 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它不仅仅是一首经典之作 更是展现了新契机在文学创作中的才华和情感表达的深度 通过这首词 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人生苦痛和爱情的思考 以及他对人性和情感世界的深刻洞察 这首词通过描绘自然景物和表达内心感受 展现了作者对离别之痛的深切体验和情感抒发 通过形象生动的描写 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的苦痛和无奈 在这首词中 心气极巧妙地运用了自然景物的描写 来凸显人生离别的无奈和悲伤 使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对离别的无奈和思念之情 同时也暗示了人生无常和岁月意识的主题 整首词以离别为主题 通过对鸭鸟 柳树等自然景物的描绘 将作者内心的痛苦和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鸭鸟的凄凉叫声 嫩绿的柳叶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情感 他对离别的痛苦和无奈感到无法释怀 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过去 回到了那座曾经充满爱意的小红楼 心中的思念之情久久不能平息 然而 作者也意识到 他与所思念的人已经被遥远的山峰隔断 无法自由地相聚 这种无奈和无能为力的感觉 使他倍感沉重 描写人物内心情感的手法 通过对鸭鸟的筹鸣 柳树的柔情进行对比描写 深化了作品的意境和情感表达 作者通过描写自然景物 将离别的痛苦和思念之情 与自然景物相结合 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作者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心气急的这孤天待人父 在情感表达上十分细腻 通过对离别的描写 揭示了人生离别的无奈和苦痛 此中的情感起伏和情绪变化 也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 从最初的寒鸭愁名 柳塘温柔 到后来的眼底离恨 白头 再到长断 泪难收 以及相思崇尚小红楼 情感的层层递进 让人感受到作者 内心情感的煎熬和绝望 同时 作者对于离别和思念的描绘 也表达了对时光流转 和人世意识的感慨 使整首词具有深远的主题内涵 总之 新气急的这孤天待人父 以离别为主题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和对内心情感的抒发 生动地展现了作者 对离别的无奈和痛苦 词中的情感起伏 和形象描写 使作品更具感染力 读者在阅读中 能够深切体会到 作者的情感体验 这首词以简练的语言 表达了作者 对离别的痛苦 和思念的深切感受 同时 也反映了人生离别 和时光流转的主题 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